我的業界深入很大的民憤 現在的營商環境很惡劣 很多的商場 越是旺的商場 就越受到破壞 食肆和零售的店舖大受影響 商戶很多時因暴亂被破壞 市民的悲觀情緒也不斷蔓延 不敢出街消費 外國的遊客 特別是內地的遊客 又不肯來 生意一落天上 非常慘烈 很多食肆跟我說 恐怕十幾二十年累積下來的 基業和積蓄 一舖清代 請問當局其實有什麼應急措施 平息可能是他們的憤怒 或者平息他們的無奈 政府會否考慮給我們的零售業 飲食業提供一次性的現金資助 例如李嘉誠這個基金 解他們嚴離之急 也有業界問我 政府可否幫他們考慮交他們的電費 煤氣費 水費 因為那個都佔我們大概生意額的百分之五 參考這個沙士期間 剛才和局長都說過 推出來的百分百的擔保貸款計劃 讓我們都可以借到錢 回來出糧給員工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來的時間 其實無論在我們的顧客 暴頭現在被人丟燃燒彈 在吃飯也有暴徒走進來 然後員工又擔驚受怕 現在那些員工 飲食業的員工 上班兩三個小時 不要走路 不只是說今天 下班也兩三個小時 才能回到家 家人也擔驚受怕